华航机组员染疫事件最新确诊的案1153 机师还有案1154空服员 两个人在4月29号的时候呢 曾经一起外出到过酒吧去聚餐 不过当时其实这两个人都还在 11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期间之内 就跑去了这个人多的公共场合活动 明显的已经违反了相关的防疫规定 对此指挥中心表示 会请卫生单位调查 如果违规的话 将会由民航局来开罚 最重可罚15万元 而华航则表示将召开人品会调查 如果属实的话将会从众益处 情节重大者将会处以停职 甚至是解雇处分 5月4号新增的确诊者案1153机师 还有案1154空服员 现在仍然感染源不明之外 还被发现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间 违规到餐厅同乐 根据集组员检疫规定 反过后要三天隔离检疫 再加上11天自主健康管理 但是案1153在4月21号检疫期满 4月29号凌晨就跑到飞镖运动酒吧聚会 接着当晚又到餐厅聚餐 按照规定5月2号他才自主健康管理期满 至于案115428号检疫期满一结束 就马上跟1153前往飞镖运动酒吧 但他要到5月9号才能解除自主健康管理 按照规定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是禁止聚餐聚会 当然他们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间 是有规定是不能去聚餐跟聚会 所以这边大概是会由 这个卫生单位他们来做调查 那这个依传病防治法来处理 而两名个案如果经卫生单位调查 确定违规将会由民航局开罚1到15万元 不过也让外界忧心 指挥中心根本无法全面掌握 自主健康管理对象的行踪 恐怕会造成防疫漏洞 我们从去年到现在 其实我们的卫生主管机关没有增加人力 在管理方面没有办法盯到每个细节 是非常合理的 事迹大意其实很重要的是 民众要自觉要去配合 至于华航则表示将召开人平会调查 如果空情组员违反防疫规定 从众益处 情节重大者将处于停职 甚至会解雇 介绍林林新 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